假如有一天你获得了去女校上课的资格 并且全校只有你一个男生 你会在学校里做什么呢 在2015年就有这么一部动漫 刷新了观众的下线 只因为变态的不是男主 而是女主们不太正常 男主神乐版松男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高中生 某天他只是走出教室要求买点东西 突然面前就出现了一群壮汉把他给绑架了 现在神乐是左右为男 看着面前骚手融资的激动猛男 他知道自己是进退两男了 不过下一秒这一群大汉就把他给弄到了一所贵族女校的门口 还有门口的女仆门游记给他解释了为什么抓他来这 原来这所女校是对外不公开 且只招收名门贵族的大家闺秀 但同时这里的所有学生基本都是没有跟异形接触过 并且对外面的世界也是一无所知 很多毕业后的大小姐在妇虑社会出逐碰壁 无法接受和校内生活的差距而自我封闭 为了不让这个现象频繁出现 小邦决定招收名庶民来做样本 让神乐跟大小姐们共同生活 好让他们提前见识到庶民的生活方式 之所以会选择神乐做这个幸运儿 是因为校方调查的结果显示 神乐是一个喜欢激动猛男的激动 所以美游记在安排人抓神乐时 才特地选了一群壮汉 做算是诚意满满 但其实这调查结果是错误的 神乐的取向很正常 但如果他敢否认这份调查结果 为了保护学校女生的真操 那么他将会失去他亲爱的夏弟弟 没办法 为了幸福生活 为了弟弟 神乐只能承认激动什么的 自己绑了 很快神乐就跟大小姐们碰面了 女生们见到他时是议论纷纷 原来庶民就长这样了 这里有学生没有半点尝试 连手机都能被他们当成稀罕物 来研究半天 并且在准备归还的时候 这群大小姐还特有礼貌 得写一封感谢信 感谢神乐 让他们看到如此神奇的东西 最后再把手机装在礼盒 正宗地还给神乐 直到神乐的时候 触碰到班长的手后 他竟然脸红心跳加速 而晕得过去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 异性的肢体 那班长的战术后 也让神乐第一次有正当理由 保住女孩的身体 可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一下 神乐就被一位女孩爱家 给拉出了教室 然后恶话不说 就直接扑倒神乐 要亲亲 原来爱家不知道从哪里听人说 只要跟说明亲吻 就能实现任何愿望 神乐不相信 这所学校的女生 能如此天真 于是谎称 只要钻三圈学狗教 也能实现愿望 不然爱家竟然立刻照做 而这奢侈的荧幕 还被赶来的女生给看见了 就这样 神乐以这种方式认识了爱家 也知道爱家想要实现的愿望 是交到朋友 因为她的性格太直爽 所以总担心会被人讨厌 而不敢主动交友 现在 她会开展庶民部 让神乐教她庶民的全部知识 这样 那些好奇庶民生活的人 就会主动找她 她便能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等到夜晚 神乐打算去澡堂洗澡 结果 却正好撞进了全裸的班长 两人懵逼疑惑后 是神乐先反应过来 跑开了 而班长竟无力地倒在浴室 喃喃自语 没有办法了 只能让她去得我了 所以班长的心 就这样被神乐给带走了 不过班长可是爱家的 头好幻想低 因为对于什么都做不好的她来说 品学兼优 体育优秀 交涉能力强的班长 就是她 梦寐以求的样子 但这些 神乐可管不了 因为她可还得赶紧 且是新的妹妹 这不 神乐在路边休息 经历时的一位超级天才罗莉 白亚 她总是会无意识地脱掉自己的胖子 且不论身在何处 神乐跟她第一次邂逅的时候 就亲眼目睹了这神奇的操作 为了不让别人误会 神乐只好将白亚带回房间 才知道原来白亚是个 生活不能自理的大小姐 神乐好心地替她穿好衣服 还煮了泡面给她吃 结果从没有吃过泡面的白亚 就迷恋上了这该死的味道 对神乐是言听计从 不过随便脱胖子的习惯还是没办法改掉 正好爱家进屋看到了神乐手上的胖子 这是条件黄河都洗不清啊 不过好在后面也解除了误会 而神乐下一个结实的女孩可怜 同样跟衣服有关 因为她剑术十分了得 挥出了剑气 给死碎身旁所有人的衣服 但也因此看到了神乐的身体 从没有见过这场面的可怜作用 还是败倒在了神乐的雄风之下 而同样喜欢神乐的班长 却就显得有些拘禁 她无法像白亚爱家他们一样主动纠缠 只能腼腆地邀请神乐想要共度恶人世界 不过神乐忙着替爱家想办法 怎样才能变得受欢迎而无法赴约 顺旁的人都在猜测爱家跟神乐的关系 本来就很难受的班长被他们刺激后 第一次爆出让他们闭嘴 而在上的哪一位不是名为妄卒的大小姐 何时受过这种气 与之一个个都还委屈上了 等神乐知道这个情况后便想替班长调节 而爱家知道后也大方地把原先他们打算执行的计划 让给了班长 原来神乐给爱家想要变欢迎的办法 就是让他们体验书名的物品 用爱家的名义给同学准备了手机 零食还有书名穿的衣服 但这些现在都当给了班长 而这次行动也让班长变得更加受欢迎 先前的矛盾也都言消云散 班长对神乐的爱就更深了 一定要嫁给神乐 可在得知这本来是给爱家的主意后 大小姐的嘲笑终于藏不住了 嫉妒时她立刻跑去找到爱家 然后打了起来 本该圈架的神乐却一顿不动地给看傻了 毕竟穿着短裙打架 这该怎么去呢 但其实班长并不是真的嫉妒 他跟爱家也算是好友 只是死豪教的性格 让他本想感谢的话根本说不出口 倒醉的话都是你咋那么多管闲事 不过这件事之后 全员都加入了书名部 书名文化很快就成为这所女校的重要学习对象 校方更是吃虚吃 搭建了一个有关书名主题的乐园 其实就是模拟外面世界的街道罢了 但他们竟然见到信号灯都会激动不已 看到斑马线就要差点晕厥 本来很想吐槽这些大小姐如此没有监视 但仔细一想 人家出门坐的司机驾驶的星空顶劳斯艾斯 没有见过信号灯斑马线 好像也很合理 是在下超帅的 而这次的原知情 爱家也通过跳舞游戏机和同学建立起了友谊 带他们在跳舞机上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狼窝 就这样爱家通或从神乐那边学到的庶民知识 分享给的同学而大受欢迎 而没有加入妻子活动的可怜 却在一件可爱的衣服面前犹豫不决 他喜欢可爱的东西 但因为太傲娇了却又不愿意承认 清楚可怜性格的神乐便以主人的命令 让可怜时穿三件套 但这该死的造型让可怜实在很是害羞 不过对于一个正常男人来说 这造型绝对是完美的 而神乐也发自内心的夸赞可怜 让他以后就这样一直传给自己看 瓶子里他的模样 总让身边能体会不到意思 女性美丽 神乐最后说的话 让他既开心又害羞 又下了一句 你要对我负责 就赶紧跑开了 本以为神乐的快乐生活会继续下去 谁知道是呆瓜 请看爱家变得受欢迎了 所以是时候解散署名社 可后来爱家跟神乐闹出了一段误会绯闻 好不容易交他的朋友 在看到爱家跟神乐亲密接触后 并因为太刺激而无法接受远离了他 本大班长是可以替他解除这个误会的 但想到误会解除 得到好友就会失去庶民社 在男人和好友之间 他很正义地选择了男人 让绯闻继续飞一火 只要他不是欢迎 那么庶民社就不会解散 神乐就能继续待在他的身边 不知不觉 他也已经离不开神乐了 现在神乐房间 每天都会被他们光临 这让他真的很头疼 这天他们四人第一次接触到詹谱 由于上面写的性格描述 都跟自身非常接近 所以四女对詹谱有了很大的兴趣 还温奇的可以测试男女之间 匹配度的占卜游戏 结果可人竟跟神乐 达到一百的匹配度 本来就很喜欢神乐 现在更有着占卜的鼓励 让本不善表达了他 决定主动出击 拿下神乐 为了制造恶人独处机会 可怜用剑气划破了神乐的衣服 哪有以帮神乐缝补衣服为由 再换上神乐之前 给他挑了紧身衣 这又谁顶得住啊 而从没有见过男生身体的可怜 也是对神乐产生了很大的好奇 就在恶人感情急速上升时 屋外竟然传来了其他奇女的声音 没办法 两人只好赶紧躲在衣柜 但因为衣柜太窄了 并且两人体位不是很对 所以最后还是挤不下去 被另外三女的感到 这道大事不妙 神乐只好谎称 这是最新的占卜方式 正常的是肯定不会相信 但这所女校的女生是正常的吗 自然不是 四女中现在就剩下白亚 没有明确自己的感情 她虽然对神乐是言听计从 但是因为性格原因几乎不会主动 而她的女仆们 自然也看出了自家大小姐 对神乐的感情所以疯狂助攻 例如情侣饮料 二人堵住空间等等一系列骚操作 而白亚也在这波亲密接触中感到害羞 心跳加速让她实在顶不住 而决定先行离开 女仆们计划得逞 便开启了庆功宴 而一天 班长只身一人在打算找神乐 结果就在屋外听到神乐 跟以前同学打电话 说还是喜欢以前的生活 跟男生相处更轻松 班长瞬间误会 以为神乐不喜欢这里 想要离开 所以着急着其他后宫展开讨论 如何能让神乐死心塌地的留下来 艾家刚才出了收足意 那位神乐竟然喜欢男生 那么他们只要学问男生的举止 就能满足神乐的欲望 但是男生有什么举止 他们完全不知道啊 能模仿的男人只有神乐 可神乐在他们眼里的印象 就是一个喜欢激动猛男的激动 为此还特地找来的激动衣服 神乐在知晓他们的意图后 虽然还想解释自己 一点都不喜欢激动猛男 但还是被他们的举止给感动了 并说自己不会离开 这种天堂 但凡是个男人都不想离开好吧 可是大小姐们却有离开了那一天 因为贵族之间的大小姐 最常见的就是家族联姻 而班长的母亲就在之天 要叫回她去相亲 这是不可抗拒的 但好在班长的哥哥是一个妹控 她看出了妹妹的不愿意 所以找到了神乐他们 将破坏这次相亲 之间可怜 歹头冲锋 白亚利用超高智商解决机关 而中头戏自然是神乐的化疗 阿爸阿爸 说的那是感动天感动地 感动班长老母都想当场把女儿嫁给神乐了 结果搞砸这次相亲后 神乐就跪地求牢说 自己不是真想娶她的意思 好家伙 而班长竟然也放过她了 继续回到女校 跟神乐他们过气的 没羞没少的恶俗生活 这是2015年的神奇动漫 我被绑架到贵族女校 当署名样本 作用四个后宫 却还不满足 因为出场的女仆美女季小姐 竟然每天早上 叫醒男主持 都会偷偷亲她 但这些剧情 只要在小说原作才有提及 可能是编曲觉得 一下子后宫太多 会让观众感到不适 因为太郎人嫉妒了 如果真有机会 让你去女校或者男校上课 你最想做的事情 是不是好好学习 天天想上呢